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 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的问题 活动的问题上 中方立场是一贯明确的 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 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 和世界卫生大会25.1号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 2009年至2016年 在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中方连续八年对中国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 做出特殊安排 民进党自2016年上台以来 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久而共识 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 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 汉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中方做出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的决定 得到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支持 一段时间以来 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都向中方重申 坚持联大第2758号决议 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 上百个国家通过专门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等方式 支持中方立场 这再次证明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 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 也充分体现了绝大多数国家 在世卫大会涉台问题上 秉持正义立场 得到多注 失到寡注 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 不可撼动 推行台独分裂 绝不会得逞 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 打台湾牌 搞政治操弄的图谋 都注定以失败告终 威迪玛拉的出口商联盟 昨天表示 中国禁止来自威迪玛拉的咖啡和夏威夷国 入境 就在中国入境 这是真的吗 那如果是真的吗 如果是真的呢 能告诉我们原因吗 谢谢 中国和威迪玛拉没有外交关系 我目前还不掌握你所说到的情况 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 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是中国同包括 威迪玛拉在内的所有国家 开展合作的根本前提 近期 威迪玛拉总统阿雷瓦诺 同台湾地区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见 为外长马丁内斯 窜台出席所谓的520就职仪式 严重践踏一个中国原则 我们对此予以谴责 这种局面不利于威迪玛拉和中国 在包括威述华产品等方面的合作 希望威迪玛拉有关官员认清国际大事 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 早日做出符合为人民利益的正确选择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 轮不到美国说三道四 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源 在于民进党当局企图以美谋独 美国一些势力打着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幌子 图谋以台制华 美方如果真的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就应该旗帜鲜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反对台独分裂 中方绝不允许任何势力 以任何借口 为台独分裂活动提供保护散 得到多助 失到寡助 近年来许多国家 近来许多国家政要和各界人士 立即发出磕首一个中国原则的正义之声 表达对中国人民反对台独分裂活动 争取国家统一事业的支持 再次证明 国际社会坚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 不可撼动 搞台独是死路一条 纵容支持台独 只会引火烧身 中方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意志 坚定不移 将采取一些必要措施 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